博弈論,不是廣告時間 但因為我上星期打書釘的時候 見到周顯大師的新書 這次是一個綠皮莊的新書 放在商務印書館 非常當眼的第一排位置 所以應該都賣得非常好 周顯,讀書沉死路 你就走去為人家挖死路 為什麼要這樣? 讀書式字就是沉死路的意思 其實這是一個籠統的說法 如果讀了太多書 對你來說是沒有好處 問題是你的人生 那應該讀到哪裏? 師傅,你是否一個圖書的生情 或者讀什麼書 李嘉誠讀書是有用的 李嘉誠讀書是未來學 而他是投資未來 李嘉誠讀書當然很有用 但大部份的書給你的都是讀草 其實那些書沒什麼用的 因為大家都是寫廢物出來 包括周顯大師本身在內 他寫的東西都是等於你 例如你看了一本書 你看了阿蕭定一的三肢肉蒲團 段故你不看 你可能看了你會覺得很開心 但你不看對你的人生會比較好些 你是不是因為跟他拍下一出 所以你突然間提這件事? 那些東西是消磨時間的東西 沒有人代表你 陶藝性情不代表一定不好 看周顯大師的書 陶藝性情就一定不好 我有些書是比較好的 但有些是知識性的 但你讀書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知識性大部份的東西 譬如我去寫逆經密碼 古詩密碼 你基本上知道那些東西 那些只是很少的人 關心沒有人關心的東西 錯了 我就是想跟你說 第一 逆經密碼我都看完 雖然我有很多都不明白 看完之後都 除了投了幾張 我會比較多 因為你有些圖文化 但我想說 你這個股市密碼 我這次 這個是第幾版來的 炒股密碼 這個不是講股票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 你說股票 那個不是Everybody have sex with everybody 那個是全息密碼 全息密碼就是把之前那些 因為已經不空再寫了 我把之前那幾本炒股密碼 財劑密碼 和炒股實踐三本的一個 雞精版 但是我的雞精都這麼大 沒錯 我就想說 你知道你的本書有多少頁 我不知道 超過五百頁 但其實是雞精版 其實今次出這本書 你最想帶出什麼信息 我最想帶出的信息就是 我的出版社寫一個 比較缺詞 他就說 近來沒有什麼書出 叫我快點出一本書 那我就 突然頂下雞頭 突然頂下雞頭 我就說 好 所以有把蠟頭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做 你沒有看過那本書嗎 我是沒有看過的 你知不知你的樣子都把蠟頭下去 我其實沒有看過那本書 老實說 我那本書是 因為是他負責 他們負責編的 我說你覺得精彩的負責編 因為如果再寫的話 我就會把所有的蠟頭 所有的蠟頭和個案都不要 前例寫一些理論出來 所以如果再寫 就會寫得很簡短 大約會是這樣 因為之前 為了塞這個篇幅 就把很多理論寫進去 但今次如果再寫 我會把理論全部擲走 但其實今次這本書 我在打書店 我才看到很多人都拿來看一看 大家都在 不要說看得尊尊有味 起碼看到有十個 有兩三個是真的會買走的 很厲害 是的 我想問 其實今次出這本書 還有沒有後著 會不會是鋪點出下一本 我已經說了 出這本書 我的原因是這樣 而出這本書的鋪點 下一本的話 每一本都鋪點下一本 但是股票的書 我應該在短時間不會寫 我再下一本出這本書 這本書的下一本書 是一本講 男女的情識關係 所以和那本書沒有關係 再出我希望 可能會出一些政治的理論書 又出政治理論書 又出過政治理論書 又出過沒有出過的 出過 沒有出過政治理論書 你出過一個政治人物書 所以我覺得很絕望 因為會寫十本 會寫十本 寫到很絕望 結果就變成了政治理論課程 但是你深化了解這個股市 之後出過這麼多本物馬書 你有沒有一個心得 都給我們的觀眾知道 究竟股市為何物 大家應該是怎樣去投資 還是當是一個投機 還是即日先就好過長渣 我覺得 就是我問的問題很膚淺 對不起 這個問題是沒得回答的 但是我只是說 膚淺也沒得回答 心裡沒得回答 應該就是 你應該是 練空手道 還是練台群道 還是練柔道 還是練柔道 但是 最重要就是賺不賺到錢 基本上你練每一種武功 打得好都賺到錢 所以這個問題是沒得回答的 但是如果 你練每一種武功 你練不得不好都賺錢 所以你問這個問題是沒有得回答的 如果你勸鑑細人 若勸鑑細人的話 就是 如果以股票來說 你應該是買一些 中期持有的股票 然後你希望長期一點 你買一些中期持有的股票 但你每一天都看著它 即是說 那樣東西你一定要看實你的雞蛋 那些人經常希望買了一隻股票 一間公司是會變的 我覺得應該用公司來講 我的理論太複雜 我要先賣一下自己 這個地球對於股票來說 每一個人熟悉過我的 這個地球 講股票至少是寫一個文章 寫一個東西的人來講 你要知道一個很基本的原理 這個很基本的原理 我發現香港都沒有人知道 至少監管機構不知道 就是公司就會倒閉 大部分公司都會倒閉 而公司是會變的 那些人經常教你買一隻股票 買一隻股票當然要駕駛30年 如果是公司的公司 就要駕駛30年 那些股票當然要駕駛30年 就要駕駛30年 他希望駕駛30年 不是代表他駕駛30年 他一定是一成不變的駛30年 而一間公司 大部分公司 如果是小型公司的話 十居其九 到最後在10年8年之後都會倒閉 那些股票也不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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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股票本身是不切實際的 而大家就在一個不切實際上 在一些錯誤假設上去幻想 包括監管機構 即是你經常希望 現在買了一些人就不要動了 然後你究竟是想怎樣 就是你投資者利益 而且作為股市監管的利益 作為一個商業的利益 未必是完全是相同的 而他們就相信我DVW的那套 而DVW的那套根本就是香港害死忠的 那個是一個 暗狗 很多人當作是甚麼 暗狗 我解釋給你聽好不好 一招而已 很簡單 我就等你解釋給我聽 不過這樣 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